你全部都翻啊 全部翻翻桌啊 好啊 好啊 給你夾夾的 是你這個貨櫃嗎 經常都要請你這個貨櫃嗎 對啊 清潔隊人員在鐵櫃裡翻出黃金 雙手捧著金氏 準備要拿去派出所 找看看黃金的主人是誰 能在堆成小山高的回收物中 翻出好幾件黃金飾品 清潔隊人員也嘖嘖稱奇 仔細看這些飾品中 有純金戒指 手環跟金牌 數量很多將近二十件 重達一兩四錢 市值超過七萬元 第一時間發現的就是 這位在台南安定清潔隊 上班的隊員王大福 原本是想把壓扁的鐵櫃 跟其他物品 靠近一點踢了幾下 卻聽到鐵櫃裡坑坑坑坑 有金屬撞擊的聲音 打開查看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們都他們太太在管理 他們不知道 他們都在經理古屋 經理屋都清潔 在同一個地方裡面 也發現了一些門牌 甚至是一些證件等等的資料 很快就可以找到 施主到底是誰 還好鐵櫃中 也找到一個門牌 跟證件迅速聯絡上對方 雙方相約派出所交還 施主說都是太太在管理 也已經忘記 金氏放在鐵櫃裡 還好清潔隊員王大福發現 金氏時沒有起貪念 捧著大把黃金物歸原主 是貨真價實的實驚不媚 記者賴關張彈彈報導 記者賴師們 金氏時沒有起貪 稀釋 其實這件事是 關鍵開始 全世界更是 會 打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